当地时间22号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畏罪自杀一事 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·齐特尔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 他表示这一事件是美国特勤局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行动失败 并称将极尽全力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川普遭遭遭遭也不同 娱选举党主的判断 上对川普遭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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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遭道 衅vern法 brave 挤遭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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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遭的 美国特勤人士 一定要学ize 基是代表遭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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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遭有一切 美前总统特朗普本月13号傍晚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 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未遂刺杀 他幼儿受伤被护送离开现场 据美国特勤局通报 一名枪手从集会现场外高处 向特朗普所在的演讲台开了数枪 该枪手被特勤局人员打死 现场一名观众死亡 另外两名观众重伤 事件发生后 外界对美国特勤局及局长金伯利奇特尔 频频提出质疑 据报道 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和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在内的共和党高层 要求金伯利奇特尔辞职 不过他表示拒绝